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首部故事片《跨过鸭路江》将于12月17日上映 自12日15时至13日16时 浙江宁波 绍兴杭州三地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4例 杭州萧山区 宁波镇海区 绍兴上渔区人员严格限制通过铁路出生 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13日消息 天津市从9日入境人员呼吸道标本中检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 这是中国内地首次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 近日 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 在湖南新确认7名为安抚制度受害者 香港特区区域法院13日宣判 反中乱港分子黎智英等8人因杉获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 分别被判监禁4个月2星期至14个月不等 其中黎智英被判处13个月监禁 近日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成功1985年至1987年期间所犯强奸罪 投机倒把罪 流氓罪再审案和2016年至2021年期间所犯强奸罪 故意损毁文物罪上诉案 作出判决 恕罪并罚 决定判处张成功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针对媒体曝光 江苏无锡市两家星巴克门店 有更换配料标签 使用过期食材的问题 13日 无锡市市场监管局对星巴克 中国 华东北区进行了行政约谈 以则成两家涉事门店停业整改 并将进行深入调查 中央气象台预计 13日20时至14日20时 新疆北部 内蒙古东北部 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 局地有大雪 江西中北部 贵州北部 云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雨 下面是一组国际报道 因受龙卷风袭击严重 当地时间12日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肯塔基州进入重大灾难状态 并下令联邦政府对其进行援助 据英国媒体12日报道 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迅速 英国已将新冠肺炎警报级别上调至第四级 仅次于最高级五级 当地时间13日 日本公布2021年日本年度汉字 今次当选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感谢关注央视频 大弹扔在我们的领土上 适可人 说不可人道 我们请他们 levar阶子 为ivos行业 在马是到了时期 时飞还会有最维 mop国的方式 我请你们线 要立刻赶到温井以北 冲战有利地形 然后狠狠地打 一天发起 跟云山的进攻 马到 然后继续攻击他们 从背后 无法断 我们就千人 一把芝麻撒下去 二把多个小阵地 他买过来就得一个一个把 你不到三万人的兵力 弯强地阻击了 九万多美军的疯狂进攻 这个奇迹 是你们创造的 我要兵 天线的家势们 他们对得起这个饭号 卫红山的石头 能为他们证明 吴之君就是全拼光了 你要守下去 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呀你 一无时 韩无矣 韩总的电报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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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